爱家 爱家有方法 欢迎收看由会员过亿 全球领先的特卖网站 唯品会为您冠名播出的 恋家有方 我是今晚的恋家观察员 马可 一个网友说 男人欣赏一个女人 首先从面向开始 而女人打造一个男人 首先从面子开始 这话不假 传说地产大横潘石屹的老婆张欣 改造潘石屹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她过去那些行头 统统扔了出去 然而一件事有好有坏 如果老婆的品位好 可以带给男人自信 也许过不了多久 你就会升职加薪 当上总经理出任CEO 从此走向人生巅峰 但是如果老婆的品位特殊呢 你能hold得住 你的造型狂妻子吗 太帅了 简直就是我的菜吗 来 来 来 口水都掉地上了 快擦擦擦 好 几个韩国明星 至于把你迷成这样吧 老婆你看到了吗 特别帅 又帅又有才 而且呢 打扮得特别帅 简直就是我们已婚妇女心中的 简直就是我们已婚妇女心中的 所有的已婚妇女人你们注意了 男人是占有欲极强的动物 当你当着男人的面 明目张胆地去崇拜另外一个男人的时候 有一团火正在男人的胸口灼烧 老公 其实呢 我觉得跟你比起来呢 还是稍稍差那么一点点 你呢 就是有点造型不太给力 先生您的快递 您的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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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好 就算唯品会天天搞特卖 您也不能这么捧场吧 谁说那是给我买的 那是我在唯品会上给你买的明星同款 是吗 那快拆开看看 快来快来 快来快来 这是你的宝贝 这是什么 人家是不是送错货吧 没错 绝对正品 绝对明清通款 这算什么 还有更大的惊喜呢 也有可能是惊吓 你看 这件衣服上怎么这么多毛钉啊 你懂什么呀 这个呀 是现在韩国最流行的 洛克装吧 好 来 你看这 是什么 这个怎么样 老婆这个就 先不用了吧 怎么不用了呢 这个戴上 保证让你的同事对你观望相看 从此告别路人 路人 很帅很摇滚哪 怎么哭丧着脸回来了 老婆 今天公司领导找我谈话了 他问我是不是压力太大 问我是不是失恋了 还说实在不行 要给我调换工作岗位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一天 我都没有去见一个客户啊 以后能不能不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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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 你好帅啊 老公 你今天有没有得到好评 没有好评 全是好笑 我觉得这样 挺适合你的呀 老婆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不适合这种风格 不适合 怎么不适合呢 你看看这衣服 穿上又有型又酷又帅 老婉 你到底听没听我说话 我说了 这种衣服根本不适合我 你知道我今天一上班 所有人都在笑我吗 这是什么破衣服 我明天不穿了 男人哪 你刚刚一个人演的苦情戏 不是挺好的吗 你改什么戏路呢 你看看你媳妇 现在有一股巨大的能量 正聚集于她的双拳之中 左勾群右勾群直群百群 你的处境很玄 你怀疑我的审美是吧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给你买这身衣服 花了我三个月的工资啊 你知不知道这身衣服 现在是最流行的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 我深深地伤害了我对你 浓浓的爱意 我看是伤害了你对你那些 偶像浓浓的爱吧 跟我偶像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啊 要不是他们我能穿成这样吗 我看你啊 是狗咬吕冬斌 不是好人心你 不穿算 在这场抢夺主导权的家庭大战当中 如果硬碰硬可能会出人命 要不换个招吧 来个声东击西怎么样 老公 你好帅啊 今天有没有得到好评 老婆 你知不知道吗 今天我到公司的时候 这些女生都真心恐恐地跟我拍照 我真的有一点烦烦 但是你看 这些照片 真的好飘飘啊 她没有跟我讲 我比你的那些偶像还帅啊 对了 我已经失望跟你讲了 我之前最讨厌的那个女上司呢 她明天今天也约我吃饭了 但是我拒绝了 她有跟我讲 把我调到公关部 公关部啊 好多女生哦 想想就好刺激 好多女生 声东击西起了效果 老婆开始怜想 我把老公打扮这么帅 岂不是便宜了其他女人 老婆 老婆 之前那个偶像的皮衣和假发呢 漏了一个洞 别喘了 恭喜 又恢复正常人的装扮了 老婆 这什么 老公 我给你定制的太穹宝宝囪款啊 快来感受一下 不不不 老婆 我还是带那个绿甲发吧 支持一下国产偶像吗 还是带绿甲发吧 好吗 不行 一直在練 我叫你 把我给你尝伤一下 让我来 把你捏了 那我给你 worthwhile 的事 这被我哭了 老婆 你怎么啦 老公 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老婆 你怎么了 老公 你看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一根白头发吗 一根白头发就像一把利剑 直接刺入女人的心脏 我怎么能长白头发呢我 你又不是秃顶 你当然可以长白头发了 我宁愿秃顶 又不要长白头发 好了好了 老公给你拔一下 不能拔 拔一根绕石根 你怎么这么迷信啊 我说不能拔就不能拔 好好好 你要拔我就哭 好好好 老公不拔啊 没事没事 程云你死定了 好了好了睡觉了啊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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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呢 明天还上班呢 不要睡觉 不要睡觉 老婆你要是再不睡 我就再把你一根黑头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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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p 三官 你回来了 你是谁 我是你的妻子啊 我的妻子 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黑发 我的妻子 是她 老婆 我回来了 你老婆脸上写着四个字 生人勿扰 不要送死啊 老婆 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当下的力量 教导我们要生活在当下 老婆 你在看什么呢 白发魔女 白发魔女 老婆 我知道你最近可能心情不太好 但是不要担心啊 你看看 老公给你找的这些照片 这些都是女神级别的 她们风情万种 让无数的男人为她们着迷啊 把老婆跟女神话等候 这主意不错哦 继续 老婆 你想想 即将进入她们的行列 是不是有点小开心呢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嫌我老 其实有时候我的分析也不全对 我的意思是说呢 淑女很有魅力 淑女 淑不还是猫吗 我的意思是说呢 这人不是总有长白头发的时候吗 长了白头发不要紧 我们可以给她染回来呀 淑女 你果然还是嫌我好 不是 老婆 我不是那个意思 别哭了 别哭了 你在我心里头永远都是八十岁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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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人永远无法对第一根白头发释怀 与其在伤口上撒盐 不如想想办法如何帮老婆阻止白头发 各位同学 大家请坐好 欢迎来到成语大讲堂 古人云 肾藏精 齐滑再放 肝藏血 放为血之鱼 精血不足 黑放不生 老公 老师 我不懂 老师 我也不懂 那你懂吗 其主要意思呢 就是人的衰老和头发的黑白 是并没有任何关系的 故人云 怒伤肝 喜伤心 撕伤痞 恐伤肾 其意思呢 就是平时人的压力要是过大 头发就很容易变白 亲爱的 你要注意了 舒子晨同学 你平时很爱发脾气 你要控制住你的情绪 程度老师 如果我呢 情绪稳定一些 是不是就不会长白头发了 不全是这样 最重要的还是食疗 食疗才是重中之重 我们平时呢 要多吃黑芝麻和黑豆 这样头发变黑 不再失梦 那我现在去买 不用买了 你老公对你这么好 早就备好了 工人还云 签过梳头 头不白 每天梳头一百下 头发变黑 不再失梦 那我现在去买 刚不是说过了 你老公这么好 早就备好了 老公 老公 你不仅博学 而且呀 又那么会心头老婆 老公 舒子晨同学 这是课堂 请你注意一下你的言行 我碍死你了 那不让他们看你 我碍死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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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七十八秒就回家 看他归心四肩那个劲儿 真讨厌 老公 你回来了 老公 您家总你还没救过 你去吧 啥呢 吓我一跳 老婆可乐吗 咳死我了 今天什么日子呀 租鞋杯半决赛啊 然后呢 然后就总决赛了呗 可乐在哪儿咳死我了 今天我们结婚纪念日 你忘了吧 你忘了吗 僵硬 实话 是大多数男人的应急反应 这个就好像鸵鸟 遇到危险的时候 会一头扎进土里 当然也有少部分的男人 想要铤而走险 他们以为花言巧语 就可以蒙混过关 我 我没忘了 就是今天嘛 我记得啊 你就是嘛 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因为你在骗我呀 你有证据说我骗你吗 礼物呢 有礼物啊 我能不准备礼物吗 老婆 限量版足球 别动了 这足球宝贝就说你呢 来一张啊 有品位 我就知道你不喜欢足球 看了吗 看了吗 老公原本求一 看了吗 看了这数字了吗 七号 代表咱俩结婚七周年 多有意义啊 拿着 老邦 好 我们结婚八年了 不对 七年 八年 这一黄眼七八年都过去了 时间真快 走个走啊 这儿没有你睡觉的地儿了 不是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真的我就是给你个惊喜 老婆 去找你那个结婚七年的媳妇过去 老婆 你 你让我进屋行不行 老婆 老婆咱们有话好好使 对于女人来说 男人不记得纪念日 只有两种情况 一 记性差 是个白痴 什么 二 记性不差 但是不在乎她 连白痴都不如 这两种情况 不论哪一种 都会让女人对你产生敌意 但是 如果事情还没有发生 你可以耍一些小聪明 仿患于未然 这个是端午 这个是元宵节的 这个是老婆农历的生日 这个是结婚纪念日的 再来一张温馨的小卡片 老婆 周年快乐 摸 摸 搞定 高 果然是高 用这一招对付老婆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床下是六一儿童节的 这个沙发后面是母亲节的 我怎么可能忘了咱俩的结婚纪念日呢 你就是忘了 老婆你怎么不信任我呀 但你就是在骗我 我真没骗你 我就是想给你个小惊喜 没有女人不喜欢惊喜 但前提是你必须真的有准备 那你倒是把惊喜拿出来 你要是拿不出来的话 就让你惊喜别进口 去厨房右手边上面避熟看看 打开看看吧 密码是多少 你生日呗 厉害 喜欢吗 喜欢 老公 不好意思我错怪你了 原来你真的没有办 这傻丫了嘛 信任老公就对了吧 对了老婆 明天我约朋友踢球了我能去吗 去吧 玩了开心点 有狱之前的精心准备 郝佳明有惊无险地逃过了一劫 还哄得老婆龙颜大悦 对对对 要提醒一下那些粗心大意的老公呢 如果想用这一招的话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不然的话万一画舌天足 那可就弄巧成拙了 我自己招一张啊 盒子真好看 还有张卡片呢 金风玉露异相逢便盛却人间无数 老婆 七夕快乐 这七 七夕 对啊 七夕必须得快乐呀 七 七夕就是七七八年了 咱俩结婚都七八年了 挺好 看了大家的各种支招以后 您也能够轻松应对了吧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呢 所有的故事都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 如果您有更好的自家之方 赶紧给练家有方的官方微博留言告诉我们 说不定您的故事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吗 记得今晚的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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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品会APP特卖专场等你去抢 也欢迎大家通过芒果TV点击观看我们的节目 《练家有方》每周日到周四晚的七点半 为你们破解生活中的反忧 我们下期见 3 2 1 现在 完了 局面要失控啊 我 我哪不如你了 我哪给你丢人了 你要接着我丢人 你找一步